请和我的老公结婚 请和我的老公结婚迄今为止最痛快的一集来了 志愿利用重生的记忆先是撮合男朋友和闺蜜在一起 然后成功让王长悟和科长免了职务 最后还和部长志和相互揭晓了两人都是重生者的身份 志愿因为中午没时间 但是为了神助公男朋友和闺蜜发展的进度 不惜牺牲自己的信用卡让敏焕带着秀敏出去吃午饭 这正给了两人一个光明正大的约会机会 敏焕开心地带着秀敏去了一家高档餐厅 先是装得很绅士在点餐 为了彰显出自己的品味和浪漫 敏焕特意点了一个很贵的搭配 这样一来秀敏对敏焕更加心动了 以往志愿的男朋友他都有插足 他觉得敏焕是志愿交往过的人之中最棒的一个 敏焕也察觉到秀敏一直在盯着他看 心想着美人鱼终于上钩了 不久后志愿便收到了刷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没想到敏焕一顿饭竟花了34万韩元 志愿想到前世是因为太窝囊才被两人害死 现在的他要开始复仇了 志愿凭着前世的记忆知道 王长悟在飞机上打了空姐 于是被免了职 因为那时候有人偷拍了事情的全过程上传到媒体 志愿打算利用这一点将王长悟和科长弄虚作假的事情进行曝光 下午同事们询问志愿有没有思考过宣传策略 虽然志愿的企划案被科长抢走了 甚至连组员都将他除名 但是志愿还是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提议让王长悟担任宣传大使 果然志愿的提议被采纳了 王长悟代言的筷主料包销售量达到顶峰 他也瞬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家 志愿的所有计划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这两人甚至在办公室幻想着生殖后的美好未来 终于等到了王长悟明天要出差了 这说明前是在飞机上发生的事情即将要发生了 第二天志愿看准了他在飞机上的时间打了电话过去 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说几块主料包企划案是自己写的 他和科长是盗用的 这让心虚的王长悟立马挂断了电话 因为志愿想在事态发展之前先把他激怒 这样一来飞机闹事被曝光时 才会连带着自己的事情被曝光 果然 王长悟将生志愿的气洒在了空姐身上 他很嚣张地认为自己是大明星 所以自己的座位旁边不可以有其他人 他的一番话引起了不满的人在偷拍 接着他又说起刚刚才引起话案的事情生气 现在空姐又来惹他生气 他不断拍打着空姐的头 还呵斥空姐为什么可以领心事 然后还打了一个电话给科长 他问科长为什么没把邪企划案的志愿给处理好 还大声嚷嚷地要把志愿给炒了 事件的全程都被人偷露了下来 很快 王长悟在飞机上闹事被曝光 以及他口中提及要把邪企划案的将志愿给炒了也成功引起舆论 此时的志愿正在开心地看着新闻报道 复仇的第一步成功了 部长突然出现在身后吓了他一跳 部长告诉志愿 王长悟已被免职 科长也受到处理 还有大家都知道起话案是他写的却被那两人抢走 然而当部长准备离开议时 志愿的手机不小心掉了 部长表示也很喜欢听这个歌手的音乐 紧接着志愿说他现在的心情 最适合听Dynamarty这首歌 但是现在还找不到 部长也说出了他很喜欢听春日这首歌 突然两人意识到有点不对 因为Dynamarty这首歌是在2020年首发 春日这首歌是在2017年首发 而他们现在才是2013年 于是两人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事和说过的话 彼此好像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苦等一周的韩国最新复仇爽剧 请和我老公结婚终于更新 前世被同学冷嘲热讽的志愿重生之后 直接惊艳在场所有人 就连绿茶闺蜜也直接看呆嘴吧 张大大 志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其实在不久前他也还只是个普通人 并且他还差点被渣男闽幻霸王硬上工 恰好此时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外卖小哥 这才让渣男的卑鄙行为得以终止 然而他们两人并没有点外卖 渣男立即出门与外卖员发生了争执 这时志愿看准时机直接关上了大门 他给渣男发短信表示自己还没准备好 他被渣男的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志愿让渣男回去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便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鞋子也扔到了门外 志愿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卖小哥 突然出现并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但他没有多想 因为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几天后的老同学聚会 在前世的聚会上志愿一直遭受冷嘲热讽 吓得躲进厕所 而进来的几个女同学还不停地对他评头论足 因此他计划在这次聚会上实现360度的华丽大转变 这边的闺蜜也一直提醒志愿别忘了几天后的同学聚会 甚至还给他买了一副劣质的耳环 生怕他忘记了志愿在专柜里看到的正品耳环 与自己手上的假货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化妆并不是志愿擅长的技能 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朋友西岩出现了 西岩因为之前得到志愿的帮助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他 在得知志愿之前一直被同学嘲笑后 西岩决定帮助他进行全面的改造 让他在聚会上惊艳全场 彻底打脸那些曾经嘲笑他的同学 包括绿茶闺蜜秀敏 于是西岩带着志愿来到了一家顶尖的形象改造会所 原本志愿只是想进行轻微的改造 但西岩却坚持要彻底改变 让他焕然一新 在会所理造型师为志愿修解了发型 并为他的指甲涂上了指甲油 他们还为志愿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随后搭配上优雅的连衣裙 通过精心打扮志愿展现出高雅的气质 仿佛获得了新生 不得不说适当的装扮对于女性来说 是最好的美容方法 其实志愿也不确定这样能不能行 但当他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时 所有人都为之惊叹 志愿重生之前的记忆再次涌现 原来重生之前的志愿就是被闺蜜骗到了这场同学聚会 导致自己被以前的高中同学欺负 遭受屈辱 当时懦弱的志愿躲进了厕所里 没想到却听到高中时期曾经欺负自己的同学在背后议论 自己是个连肉都吃不起的穷鬼 原来高中时期的志愿就曾遭受他们更加过分的伤害 当时志愿都以沉默的方式忍受了下来 电梯里重生后的志愿再回想起那场同学聚会种种不堪的画面 不禁深感后怕 刚到公司楼下 就同时收到秀明跟渣男的短信 两人表示今晚都要过来他家 志愿想到重生前他们两个人背叛自己的画面 觉得反正他俩总有一天都会睡一起 那他还不如帮助他们快点有结果 自己可以早日解脱 所以今晚当作提前成全他俩 于是志愿心生一计 打算买上一瓶一醉的酒 聪合恶毒闺蜜和渣男男友早点劈腿在一起 好让自己能够获得解脱 约好闺蜜和渣男后偷偷回到家 志愿打算放下烈酒后就离开 然后今晚让这两个极品男女酒后共处一室 擦出热烈的火花 没想到却收到恶毒闺蜜不来的短信 志愿顿感不妙 刚想转身要走 就迎面撞上早就在家做好精神 准备的渣男男友 渣男赤裸着身体就将志愿往床上扑倒 后面付费的内容你们不爱看 我就替你们看了 那是相当的刺激 我们下期再见